好 选战真的非常激烈 到底谁是马总统的最佳重选员呢 今天民进党轰 他说中国准备了五套剧本 就要帮马总统复选 好 今天看起来民进党炮火真的非常猛烈 这是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表示 他说现在中国早就已经干去台湾的选举 而且这早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民进党今天特别归纳出了五个 那么最主要他们会实行的剧本 包括了假采购征服选 还会支援特定的 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立法委员 除此之外还会动员台商回来投票 等等等等情势都是如此 他说都在按住国民党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国民党赢得大选 同时民进党发言人今天还特别举例 他说上个月的28号 江炳坤还特别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谈话 甚至来描述了 那么马总统所提出来的黄金十年计划 在座的还有很多 那么这个对岸的高官 因此他们就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过今天国民党博持民进党批评 他说民进党你要拿出证据来 不要抹黑栽赃 还几回董事长江炳坤 跟大陆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相见欢 上个月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办的经济论谈不寻常 开口弥漫浓浓政治味 大谈黄金十年在大陆最高政治殿堂 帮马总统造势堪称破天荒 捧场的除了王岐山还有国台办主任王毅 海协会长陈云林等大陆高官 被视为对岸高调位马总统护航 有这么高层级的政府的官员 跟江炳坤一起在打台湾的总统大选 显然国民党跟共产党已经结合在一起 明目张胆的大辣辣的借助台湾的总统大选 除了陆谷江府选列车开进人民大会堂 民进党质疑北京打出五套剧本力助马总统 包括斩断对手宋楚瑜金脉 动员台商组织担任马总统装脚 动员台商反台投票 在台湾各地假采购征服选 直接间接帮助蓝营立委选情 五套剧本绵密出手力保马总统连任 有一些台商挺小英的 最近纷纷向我们反映 他们接到关切的电话 在税务上或是在土地租约上 对方都暗示可能会因为支持蔡英文而有所变化 要指控别人应该提出具体的市政 而不是只靠他自己的想象力丰富 只需乌有就可以乱扣别人帽子 要求民进党拿出证据 来因不满被扣红帽子 但选举造势登堂入室 直屈北京政治殿堂实属历史头一遭 率直于国共瓜田李夏提出五套剧本 为选战投下震撼弹 三连新闻高讯萧俊宏采访报道 其实这几个月来 民进党都陆陆续续怀疑 中国的力量有介入选举 他们当然举出了十亿来 他说这真的很奇怪 包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其实台商回来的飞机票都很贵 而且真的是一味难求 但是这一次台气联可是打包票 说票价一定只有平常价格的一半 而且只要有登记就有位子可以坐 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被质疑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从中间 给予差价的补足 此外像是海协会的付费 谢谢大家